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商天下 我是魏然 疫情后的首个双十一落下了帷幕 从阿里巴巴公布的右创新高的总成交额来看 似乎消费者们一年来被压抑的需求 终于获得了释放 在卖家刻意营造的狂欢的氛围之中 民众和官方的热情也似乎高涨 但在看似逐年攀高的消费额的背后 真的是中国人消费信心的大增吗 又或是年轻人借贷消费的泡沫呢 阿里巴巴在12日的时候宣布 天猫双十一狂欢的总成交额达到了4982亿元 同比增长85.62% 这一增幅远超去年 双十一和成交额也都成了这几天的刷屏的热词 就连中共央行也蹭了一下双十一的热度 公告了一下他们惊人的工作量 11日的时候中共央行发文说 网联银联和主要的商业银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等 成功完成了双十一网络支付清算业务 高峰保障工作 那么消费者们在双十一期间花出了多少钱呢 从中共央行公布出的数据来看 网联银联一共处理了网络支付业务 22.43亿宗最高并发量达到了每秒10.9万宗 业务金额呢达到了1.77万亿元 这1.77万亿元就是从消费者的口袋里出去的钱 就在双十一的前夕呢大家知道 一个反垄断指南呢让四大电商巨头 阿里巴巴腾讯控股 美团京东的港股价格呢 连搓两日 累计蒸发了近2万亿港元 所以虽然双十一的交易额狂刷记录 监管的勒紧呢却让股价暴跌 可以说冰火两重天呢 就是阿里巴巴京东电商们现在的感受 中共是一边要抓电商的垄断 一边呢还要这些电商为经济的内循环 打造一个繁荣的场景 此前呢我们财商天下的中国金融专家 麦先生已经指出 中共当局呢对这些金融科技巨头 在监管上用了有保有压的一贯的手法 并且呢在天猫双十一消费的背后呢 还有中共当局推动经济内循环的考量 比如带动制造业的复苏等 一场疫情让中国经济陷入危局 而双十一的成交额呢 从11号的零点刚过了半个小时 就发布出了第一个成交额三千七百多亿 这种购买力的迸发 对高喊经济双循环给自己打气的中共来说 确实呢像一针鸡血 立刻呢就有点热血沸腾了 大陆媒体呢在报道双十一的时候呢还特别提到了 这场消费盛事呢不可或缺的参与群体快递人员 有快递小哥呢在受访中说 今年赚钱呢就靠这个月了 并表示在双十一期间的收入呢 大约有2万人民币左右 中共国家邮政局公布数据说呢 今年双十一仅仅11号的当天呢 就一共处理了快件6.75亿件 同比增长呢超过了26% 再创历史新高 而在整个双十一期间呢 中国邮政快递业 一共处理了39.65亿块件 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 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收到两三个包裹 阿里巴巴说了 今年的天猫4900多亿人民币的成交额呢 再创新高 这个新高呢又带来了银行快递业的一个个新高 那这个成交额新高是个什么概念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十一期间 所谓黄金周的消费数字 根据中共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呢 十一假期的前七天 实现了中国大陆旅游收入4500多亿元 在报道这一数字时呢 中国当局使用了一个非常含蓄的用词 同比恢复69.9% 这其实是在绕着弯说 与上年同期比较呢 收入减少三成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阿里巴巴所公布的双十一的成交额呢 远远超过了中国大陆 十一期间七天的旅游收入 超过了400多亿 我们再给出一个数据 中国海南省今年前三季的GDP的总和呢 是3841亿元 这个数字呢 也比不了双十一的4900多亿的成交额 中共第三季度GDP的总额为26万亿多人民币 那双十一的成交额呢 相当于在这一个季度中占比2% 当然今年双十一的成交额是有猫腻的 一个呢就是十一号的当天 一号到三号的交额呢 达到了1266亿元 而十一号当天的交额呢 是3716亿元 尽管有猫腻 让数字看上去更漂亮 但不可否认的是呢 今年的双十一 公布出的成交数字呢 的确在舆论上呢 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 大陆不少网站呢 兴奋的表示 双十一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消费信心 就在双十一之前 四号的时候 网易旗下的网易严选呢 突然宣布 要退出鼓吹过度消费 为销售数字狂欢的双十一 虽然网易退出了双十一 正是发生在中共 发出了电商反垄断的意见稿之后 其中呢很有可能有背后说不出的考量 但关于过度消费 为销售数字狂欢几个字呢 却说出了双十一消费的实质 或许呢双十一的成交数字 让电商的巨头们呢 能够再一次证明 他们在中共经济体中的举足轻重 但对百姓来说呢 在这个价格敏感的时代 这个数字呢 也许反过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近年来呢 随着花呗等网络借贷平台的崛起 令借贷消费变得无比容易 也因此呢 网络上有了一句流行语 叫做花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 双十一的刺激消费呢 似乎就对应了这种一时痛快的眼前消费 2019年11月的时候呢 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 发布了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 中国年轻人中呢 信贷产品渗透率已经达到了86.6% 这其中呢 有近一半的年轻人 把信贷产品呢 当作支付工具 包括使用信用卡消费 但在免息内洁清 在扣除作为支付工具的部分之后呢 中国年轻人实际负债人数呢 在整体年轻人的占比呢 达到了44.5% 也就是说 差不多每两个人中呢 就有一个人负债 这份报告还显示呢 来自互联网的分期消费产品 凭借着灵活便利的优势 获得了最高的渗透率和好感率 使用率呢 更高达60.9% 近年来呢 蚂蚁集团的花呗 京东白条 苏宁的任性负 以及威力带 等各类的互联网借款业务呢 层出不穷 年轻人借款的渠道呢 也被大幅的拓宽 借到一笔额度不小的款项 变得非常轻松 但同时呢 被债务紧箍的人生呢 也让一些年轻人的生活越崩越紧 在11月10号的时候呢 豆瓣小组的一个负债者联盟 突然登上了热搜 根据媒体爆出的消息来看呢 这个负债者联盟 是在2019年的12月创建 联盟小组中呢 有16605名债务缠身的年轻人 这个负债者联盟介绍呢 无节制消费 遭遇诈骗及网贷等 是导致小组成员 以及不少中国年轻人 债务缠身的原因 关于这个话题呢 新唐人电视台还采访了一位 大陆的网友任女士 以及她20出头的儿子 母子二人都表示呢 在年初疫情期间失业 为了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呢 开始向蚂蚁集团旗下的花呗借款 任女士说 她借了1万多 到现在呢 也没还上 因为银行卡都没有钱了 她说要是下个月还还不上 就用儿子的账号还 还完然后呢 当场再取出来 这种靠循环借贷生活的日子 相信再方便的借贷 也无法让生活变得真正轻松 从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呢 也层出不穷 在双十一的消费狂欢下呢 与之对比的是 中共官方呢 已经无法掩盖百姓消费信心的减弱 中国大陆的一个地产自媒体 丁祖玉平楼市 在近期呢 发布出了一份 针对家庭收入和购房计划的调查 就是这一份很接地气的调查呢 暴露出了当下 中国人的收入情况 这份调查呢 涵盖了1万2千多个家庭 调查的数据显示呢 有9成的家庭的收入呢 出现了减少 其中收入减少10%的家庭比例 超过了15% 收入减少10%到30%的家庭占比呢 超过了38% 收入减少30%到50%的家庭占比呢 达到了26% 这些受访家庭年龄分布在 25到35岁之间的比重是65.1% 从城市分布方面呢 从一线到四线的城市都有 另外呢 这份调查还发现 受访家庭的买房信心出现下降 而原因是呢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未来收入不稳定所导致的 除了民间的调查 来自官方的数据呢 也透露出了不少信号 11月10日的时候呢 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了0.5% 其中食品价格呢 同比上涨2.2% 而非食品呢 同比持平 这代表呢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所说的上涨0.5% 主要都来自于食品部分 在非食品领域呢 已经出现了通缩趋势 虽然外界呢 一直认为中共官方的数据 早已失去了真实性 也有业界的人士呢 指出 中国大陆的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 一直都是不准确的 真实的数据呢 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就像是一个失真的温度计 只能冷暖自知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两个与消费息息相关的指标 人民币存款的规模 和短期消费贷款 11日的时候呢 中共央行发布了今年10月的 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报告显示呢 在10月份 人民币的存款呢 减少了3971亿元 而人民币的贷款呢 增加了6898亿元 对于人民币存款减少呢 有分析认为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同时呢 人民币贷款中的住户部门 短期贷款增加了272亿 但同比呢 少增了350亿 这和居民消费走弱呢 息息相关 因为中国居民当前的消费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于短期消费贷款 这或者预示着年底和未来 消费的疲弱 从以上呢 几个层面的数据上 我们似乎可以勾勒出一些 中国普通百姓 目前的真实生活状态 这些消费数据呢 与双11的 一个又一个历史新高相比呢 确实有些杀风景 但对于想了解 中国消费大环境真相的朋友们来说 或许可以作为一种 未雨绸缪的参考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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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